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 太极拳的单招 套路 还有战装 他们三个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 我想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有些朋友在留言当中说 单招要怎么练呀 战装到底要不要战呀 这个套路要不要练呀 到底是练套路好呢 还是战装好呢 还是练单招好呢 有些朋友有这个困惑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其实太极拳呀 在很早以前有资料显示 有这个资料上显示的是太极拳在最初的阶段 它是没有套路的 没有套路 它就是一个单招 一个单招 是一个单招 它没有套路 没有套路 这个单招 是一个单的柿子 就是一个柿子 一个柿子 那么 这一个单招的一个招式 那么也并不是某一天把85个或者108个柿子 某一天把所有的柿子都编出来了 然后一个一个练 也不是这么回事 它随着历史的发展 今天就是一个招 就是一个招 哎 它就是一个招 那么再过几天又是一个招 时间长了 它就会招数就多嘛 就多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招数多了以后呢 哎 我这个 我们民歌聊太极 谈时不谈虚 我们不谈某年某月 因为这个文章看了很长时间 我真的也记不清楚 就是 啊 过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 过一段时间呢 有人呢 就把它每个动作呢 把它编在一起 啊 编在一起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套路 形成了一个套路 这个套路呢 就是变于 复习 练习 你说你的你的招数多 就像我们太极拳的要求呀 成千上万个要求 我今天复习了这个 明天忘了那个 想不起来 那你要是按照顺序 第一个是徐林顶进 第二个 汗凶八倍 第三个 松花年当 那么你都背下来了 你就会复习 招式也是一样 它变成套路以后就不会忘了 它有好处呀 好 那么就是套路 那么再说站桩 那个站桩呀 这个东西呢 它呢 是一个什么呢 调整你内部的结构 你在站桩的过程中间 调整结构 调整呼吸 调整你的神意气 它是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呢 比单招怎么样呢 更为简单 也更为专业 啊 专业 那个 站桩 单招和炮路 它们的要求 就是它们在 含雄八倍呀 在这个 演呀 神呀 意呀 气呀 这些要求上 我个人以为都是一样的 它都属于内加拳 太极拳的范畴 但是呢 说站桩要怎么站 你其实站桩怎么站 你打击太极拳也要怎么打 太极拳怎么打 站桩也要怎么站 那单招怎么练呢 套路也怎么练 就讲 练掌交 练 套路的要求怎么练的呢 单招的练习也是一样 那么 这里边就是说站桩 和 单招 和套路 它们 并 不 矛盾他們在内部 也就是说他在内部 比如说我站桩 站桩的时候 啊 所有的放松呀 什么东西 什么要求都和打拳是一样的要求 只不过打拳它在动 它在动 那么我个人以为 它哪一个是比较容易呢 我认为站桩 应该是比较容易一点 为什么呢 你站桩的要求 可以在这慢慢的调整 单招呢 它有一点运动 单招 这个单招是有运动的 但是呢 它很短 它短它就容易啊 那么相对来讲套路 比较难 难在哪里呢 它单招的数量多 有起承转和 连绵不断 这个等等这些要求了 那么套路 单招和站桩 要按照正常的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训练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 先站桩 站桩把自己的身上的结构调整好 然后单招 老师今天教你一个单招 教你一个单招 单边 教你一个云手 这是单招一个一个教 到最后都教完了 套路打完了 这一个套路形成了 再练套路 我个人以为是这个顺序 在这个练习的当中呢 有的人呢比较偏好 比如说有的人我喜欢站桩 我觉得站桩的效果 我不用动脑子 想哪个事 哪一招 哪一事 那有的朋友呢觉得呢 还喜欢单招 这个单招 单招练熟了以后 这个积极能力比较好 就是什么 千招会不如一招先 一招先吃遍天 就是像成瑶金的三斧透 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那么你这个现在呢 单招 有的人偏好这个 那有的人呢就喜欢什么呢 他喜欢套路 偏于喜欢套路 那他就是套路练的比较多 为什么呢 哎 又能表演 哎 哎 在这个公司里面 哎 我表演一个招集拳 那牛 我表演一个站桩 那没有人看 对 那有的人喜欢套路 喜欢套路 那么喜欢套路的原因 当然不只是表演 有的人觉得这个套路呀 可以便于把每一招都练出来 每一招都练出来 连绵不断把这个时间 正好耗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的把这个拳打好 我喜欢这个套路 对吧 嗯 学起来呢也是慢慢往后学 教起来你可以慢慢往后 教是比较有系统 所以说呢 这个双 单招 和套路 他们之间在内部是一样的 在外部是不一样的 他外形上不一样 他的内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关系呢 是有相同的有不同 也就是外形不同 内部相同 内部相同 所以我们讲这个 你选择哪一个 作为重点的练习 这是你个人的爱好 不是我们必须啊 有的朋友 就是说的就是比较绝对 有的老师说啊 你练太一拳 你必须要占三年庄 你不占三年庄 不能练太一拳 有的人说 那你必须要把单招练好了 才能练套路 这个就是绝对话 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么严格 我个人觉得没那么严格 这个 如果我们说到过去古代的话 我学习一个全数 我学了三年 然后我就可以养家糊口 老婆孩子吃饭 我到标局给别人做个工作 保卫工作 保个标 再过去走标是挣钱的嘛 标局嘛 他送货有个标保标的 我有工作 那你先占三年庄 那我吃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从过去的角度上 我考虑也是应该有点合理性 我感觉我刚才讲的是有点合理性 那不是说有的老师说 一定要站三年庄 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先把单招练好了再练套路 那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是绝对的这样 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能把它极端化 都不能把它极端化 极端化的话 他一定我觉得一定是错误的 对不对 好今天我们聊到标和单招和套路 他们的关系 是内部要求是一样 你说跟天下太极本同一离 天下的太极离就一个离 只是外形不一样 那么这个标单招和套路 也是这样 他们三个也是内部都是一个权力 外形可以不一样 单招有这样的 有那样的套路 有这样有那样的 当然站庄也有各种庄 各种庄 他的理都是一个理 都是一个理 好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一 他们站庄套路 单招 内部一样 外部不一样 我们说白话 外部不一样 这个 说这个东西就是 先练哪一个好 哪一个都可以练 你站庄也可以练 你都可以练 那又说我同时练行不行 行 你同时练也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呢 都是可以 那我说我这几年我什么都不练 我就练站庄 行不行 行 那有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练 我就练这个单招 行不行 行 只要你的要求 符合太极的要求 你功夫一样能够出来 那有的时候我就练套路 我什么都不练 我也不站庄 我也不干 那能不能 能 另外再告诉大家一个 我既不练站庄 我也不练单招 我也不练套路 能不能练出来太极功夫 我50年来练太极拳的体会是能 能在哪里 能在哪里 我不知道 书上我没看到过 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我们有一帮人啊 在一块经常在一块推手 有个别人 我知根知底的人 他既不站立站庄 也不练套路 他也不练单招 但是呢 他推手非常的技术 就推手的 啊 感觉非常好 他感觉的推手推得非常好 那么 后来我发现 他什么 他也不练站庄 他也不练单招 他也不练套路 在那个人 他什么呢 我经常看他一个人 啊 有时候晚上 哈喽 Good morning 好像每天都怎么样呢 在一个广场上 就是每天 有时候晚上 晚上半夜,有时候他职夜班,或者是从这个职夜班的时候,有时候他不睡觉,他跑到外面的广场里,一个人在那里,我每次有时候去经常会看到他,他在广场上就呢,他就在这动。 他在这干什么呢?他在找太极拳里边的东西,移动无有不动呀,周生一家呀,买的这个神是什么神呀,神呀,义呀,气呀,他在找这个东西,他找得非常好,非常好。 有些人练太极拳,练套路练很多年,那黑手也不是他的这一手,或者说你的劲跟不上他,那他就是每天就在动,我这个头动的时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他每天在找这个东西。 你看,这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极端的说,我必须要练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必须要干什么,必须干什么。 因为有的我这样想的,不一定对,因为有的老师他就是觉得没东西可教,你学生来了,来了,你教他什么呢? 你不能说天天教,每天教,你哪有多少东西教呢? 他就说,哎,你要占庄,先占三年庄,这三年你是当了他三年的徒弟,你要尊敬他,他觉得有满足感呀。 你,有的老师确实有这种思想,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感觉有的老师是这样想的,他没有东西可教,教占庄多省事呀,对不对? 要是我,我也愿意,那你站着占庄吧,我练我的,你站着旁边占庄吧,你看,这就是,我们聊这个话题, 当然,我们明哥聊太极说,谈时不谈虚,我们不谈理论,我们都谈的是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是聊天,一个对家,大家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我们再讲一遍,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们练帐庄,练单招练套路都可以,啊,你喜欢练哪个练哪个,练哪个,都是行的,啊,都是可以的,甚至你什么都不练,你只要找到太极拳的感觉也是很好的,好,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再会